他来了他来了 都没有什么剑术 最终国际米兰 0-0战平顿涅茨克矿空 小组赛积分垫底 惨遭淘汰 赛后 球迷们也在普遍讨论 两个问题 孔帝后两个 堪称昏招的迷之坏人 身价4000万欧元的埃里克森 是不是被废掉了 毫无疑问 这样的生死战 就是需要进球和得分的 但孔帝的首发 依旧还是那样 万年不变的三中尾 如果说 这还算正常 那么不正常的 还是他的临场调整 不出意外 孔帝还是不到 绝境不坏人 第68分钟 换上佩里希奇 第75分钟 换上桑切斯 第85分钟 换上埃里克森 丹布罗西奥 达米安 在球队整体 进攻法力的情况下 孔帝只给了桑切斯 15分钟 只给了埃里克森 5分钟时间 这简直让人 大跌眼镜 可以说 他的后两次 换人堪称两手昏招 桑切斯在替补登场之后 制造了多次威胁 而埃里克森踢的 也是有板有野 虽然是马后炮 但如果 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或者是首发 结果会不会 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此意 埃里克森依旧没有 得到首发机会 而且给到的时间 也只有可怜的5分钟 这对于一个 身价4000万欧元的巨星 来说真的说不过去 状态如何 是一回事 但在场上 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哪怕试一试 其他的方法也好 但孔帝 依旧我行我素 国际米兰小组垫底 惨遭淘汰 成为了本届欧战首支 被淘汰出局的一架球队 同时 这也是国际米兰队史上 首次在欧战中 以小组垫底的成绩出局 留给孔帝的机会和时间 真的不多了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